我们的甜蜜茶主要经营的是中国和经营中国的甜品美食 把我们中国传统的点心和蛋糕带入到法国 然后在这里传播它的文化 这一类是苏类白皮酥和桃花红豆酥 桃花绿豆酥 然后枣糕 枣糕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美食 我们中国人非常接受桃枣对身体的健康 本来我们原先想着可能法国人不是特别的能够接受 但是在我们投入到法国市场之后让大家去品尝 我发现法国人非常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枣糕 他们太爱了 说不甜不腻 然后很渲软 他们很喜欢吃 法国人他不是很懂 但是需要我们介绍给他 让他了解知道我们的文化 我们需要做一个文化的使者去推广我们中国的文化 好像就要中途节了 每年我们中途节都会做出很多的漂亮的月饼 好吃的月饼 会有很多的大公司品牌会找我们预定 那么我们出了几款国风的特色的月饼 里面还有蛋黄 然后这个是湿头的 葫芦的和鱼的都是一些有美好意义的 其实我原先做红酒和食品出口到中国 其实跟食品是有关系的 所以对食品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在当地选材的时候 我能够很轻松的拿到一些非常 找到一些很好的优质的原材料 去做我们的食品